但是你慢慢吃的話 你的人又容易飽一點 所以你吃的東西都不會多很多 那瘦下來是很正常的事 然後就是早睡和睡得多 這個對我來說 對我的認知是有點不同的 因為我一直都是被人灌輸 你如果要好自律的話 你要好強勵的就要6點起床 你越做得多你就越聰明 但是其實 休息也是很重要的 Hello 大家好 相信如果你有留意KPOP的話 就知道今年最紅的 一定是非ARP的張元英樂屬啦 而他也是在圈外和圈內 都是出名的自律魔人 所以這次就等我這個 超級不自律的人來過上 張元英200%自律的生活 1日 早安 現在已經是早上的11點多了 本來我以為原英是那些超級早起床的人 但是呢 原來他是整個IVE的團內 睡得最多的 成員寡之聲得那麼高 就算怎樣也好他也會睡很多 還有休息日他可以睡12個小時 自己就睡很少的 今天呢就算是我睡得最多的一天 今天也是我的半休息日 但是回去也要剪片 還有製作明天拍攝的東西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這個拉筋的習慣 讓我試一下 打 Coffee Morning Stretch 我就做這個 早上的拉筋 現在呢 回去公司工作之前呢 我決定要去 洗頭 因為呢 大家有沒有見過 張如瑩是從來頭髮都不會斷的 無論是放假的狀態 還是上班的狀態 她的頭髮都是超級整齊 如果要超整齊 一定要去施浪區 所以今天呢 上班之前先去發營屋 洗吹 要整齊的 風箍頭了 哇我發現了 每天都要這樣 多浪費時間 我現在已經距離我起床了 差不多 兩小時 那我現在要快點回去公司 做一些東西 現在首先吃了這個 維他命C 因為據張如瑩 Wat in my bag 的一段影片 她在說 她隨身都會帶著這個維他命C 每天都要吃的 因為她自己都不知道 吃完是不是真的會好一點 但是 覺得吃完之後 她就一定是好了 然後她做事就更精神了 這個安慰劑效應 人一長大 你所有東西 都是身體不懂自己再製造多些 然後流失速又多些 那些什麼 腸那些 菌啊 膠原蛋白啊 維他命C 全部不知為什麼人體 就不懂自己製造 唉 老了 還有大家有沒有見過 張元英的臉是有暗瘡 我真的沒見過 好像是說她們一生暗瘡 就會馬上去美容院處理了 所以你不會看到 偶像是會有暗瘡 但我們不是idol 我們只是普通的普通人 普通的普通人 又是有多普通 那我現在叫了食物 大家知不知道 張元英在吃什麼 那低鹽低糖這些 就不用說了 因為每個女的idol都是這樣 但她呢 是出了什麼 吃東西 是特別慢 她為什麼吃東西特別慢呢 就是因為她想食物冷了 那冷了她就不會想繼續吃了 真是很瘋 什麼來的 我跟你說如果我早上那顆燒賣冷了 我絕對不會給它冷 所以我會吃得超級快 那我今天呢 就試一下 叫食物呢 叫半份 好像她平時那樣 再加上 慢慢吃 唉 還有要 要坐直啊 哇 今早忘了 就是張元英呢 有一個超級自律的項目 就是她無線無刻的體態 都是超好 我記得之前有人拍到Ive 去了那些球場做嘉賓 前面有很多炸雞啊 野食啊 她一口都沒有吃過 全程呢 就是坐到超級直 我自己也是一個四天不小心 就會駝背的人 我今天也要全日坐直一點 好 開始做事 野食已到 這個呢我叫了一個清湯烏冬 夠低鹽低糖了吧 不過不要緊 我可以一邊吃一邊打 因為張元英呢 就是她在直播裡面 一粒無花果 不是一粒 是半粒無花果 吃了二十分鐘 所以OK的 我慢慢吃 超清淡啊 開餐 我由4點18分 吃到現在4點54分 我吃了半碗烏冬 我明白為什麼她要慢慢吃 因為當你慢慢吃的時候 東西很快就會變冷了 你就會不想吃 所以進而就會令到你 吃好少東西 原來是這樣的 人家的秀生方法 好 現在去哪裡呢 拿著一個 瑜伽煎 就是去做運動 因為張元英呢 是7天有5天都會做運動 就是她一個這麼瘋子的 schedule 她都可以 特意抽到時間 出去做運動 出來了 剛剛我是日落的時候 我先找個位子 現在開始做這個 50分鐘 Abs and Licks Abs and Licks Abs and Licks 我們現在晚上找了一間 要吃得久一點的餐廳 因為張元英 吃兩小時了 我找了一個 瘦氣笑 她也不介 不是啊 高鹽的 不要緊啦不要緊啦 慢慢吃就沒事了 美女都是這樣的 我們是8點51分 進來的 看看我們能不能吃到早前 不是啊 我發現有Bug 因為張元英吃得慢 是因為 食物會冷 但我這個不會冷的 我這個保持著熱的 現在時間9點55 我們不是吃了很久 但我們已經是最後一個酒了 所以不妨礙人家下班 回到工作室 現在的時間是差不多11點了 但是 張元英是超級早睡的人 所以我現在快點準備完車的東西 就回去睡覺啦 啊 下班了 我已經盡量早了 但是現在也差不多1點了 啊 我要走快點 盡量爭取早點睡 因為我平時 如果遲了家就算了 都過了12點了 之後的幾多點 對我來說都一樣 我就會不斷氣不斷氣不斷氣 不行我現在要爭取1點半前睡 要睡 啊 回來了 但是現在呢 已經是1點8了 始終還是管不了這個 做很多好東西的習慣 但其實 其他來說呢 我覺得 都 不是真的那麼難 比我想像中 那當然啦 今天好像一個休息日 那樣 不是好像他平時那些 很瘋的行程 去做 但其實他這些習慣呢 我覺得 是真的會令一個人 會進步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他做運動 很明顯這個 就是你身體上 體態 你會變得更加漂亮 但吃東西那個呢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已經吃飽了 那些叫什麼 眼窄 眼闊 肚窄 是不是 但你慢慢吃的話 你的人又容易飽一點 所以你吃的東西 都不會多很多 瘦下來 是很正常的事 然後就是早睡 和睡得多 這個對我來說 對我的認知是 有點不同的 因為我一直都是被人灌輸 你如果要很自律的話 你要很勤力的時 要六點起床 你越做得多 你就是越聰明 但其實 休息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休息得夠 你用少一點時間 但可能你做到的Quality 會更加好 尤其是張圓英 告訴我 那我就覺得 好吧 那我不會休息多一點的了 然後還有他無時無刻 都會保持他的體態很漂亮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有根據的 例如你看一個美女 你看到他有一刻是美 你不會說他美 你會看很多張照片 他都一樣是這麼漂亮 你才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一個美 所以他很努力地去維持自己 每一刻都是很完美的 會給到一種你的美貌 就是這麼穩定的感覺給別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如果想變漂亮 很值得參考的一件事 然後還有食材料 我也是覺得 類似吸引力法質 就像榮欣喝了那個神奇水 他就能進入校隊 就是同一個效應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忘了說一句話 就是其實現在兩點鐘 但是我都超精神 其實是不是跟今朝 因為如果平時做這麼多 因為其實我今天整天下來 我都是做事的 為什麼會這樣